右臂 右臂 遠景來到台南南區這處民宅 要救出 被囚禁的被害人 同時間歹徒的其他同伙拔腿逃逸 遠景嚇弄奔跑一一逮住 遠景降世右臂 要將肉票給救出 原來有媽媽報案 說兩個兒子去找工作 結果被掳走 對方打來要求 五百萬元贖金 拿不到錢 將會持槍 將人殺害 遠景跟嫌犯相約在仁德區 某處地點交付署款 並把現場四名嫌犯 押制在地救出了弟弟 他告知遠景 哥哥跟另外一名中心男子 被同一批歹徒囚禁在某處民宅內 警方根據通報地點 會同轄區同仁一起聯手發動攻堅 短短四個小時之內 在當天深夜十二點 破門揪出哥哥以及另外一名被害人 並在屋內起出了西瓜刀 斧頭 棍棒等凶器 兄弟倆獲救也向警方說 邱知時發現嫌犯從事詐欺拒絕配合 就被拘禁持槍規割不敢反抗 陸續在台南市仁德區及南區兩處 安全救出被害人三人 逮捕犯嫌十一男六女共十七人 涉案十一男六女共十七人通通被逮 這宛如柬埔寨虐求案翻版 帶圖囚囚禁應徵者施暴要求贖金 警方將進一步追查是否還有其他被害人 三人數 王少偉紅書 祝台南報道